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课程是龙叔菩萨所造的菩提自良论 那么在大正藏第32卷 我们现在讲到第539页 中栏 那么也就是前面讲了有四个恶知识 对不对 那菩萨应当知啊 富有应求者 所谓四大藏 那么也就是说这种四个恶知识来讲的话呢 那么是应该要怎样 要远离 那么应该要去 能够去追求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菩萨的四大藏 四大藏 那何谓四大藏呢 那么我们就接下来看 那么相对过来我们的讲义里面第26页 有没有 第11 那么应求得菩萨的四大藏 要远离菩萨的四种恶知识 好 那菩萨的四大藏呢 却是菩萨应该要求的 好 那何谓四大藏 就是佛 这个佛 这个佛出门 这个佛出门诸度 就是奉事 奉事出门诸佛 佛出有没有 佛出也就是 因为我们要能够执欲佛陀出事 是不是非常难得可贵的啊 只要能够执欲到佛陀的出事来讲的话 我们都应该要去怎样 要去奉事供养 那纵然现在佛陀已经涅槃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空间来说的话 是不是还是有佛法的存在啊 对三宝的护持 也是我们菩萨应尽的什么义务 责任 也是我们菩萨的什么四大藏之一 所以呢 这个佛出也是 也属于菩萨的四大藏之一 因为佛出是不是才能有机会指导菩萨 好 那因为奉事出世诸佛 是因为在佛出世的这种时代才可能 那佛出世在世间来讲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听闻到什么 六婆罗蜜 六度万横嘛 那么菩萨道业上面 是不是六度万横四摄 四五亮星 这个都属于菩萨的什么 道业 那么 那么不止如此 还要在什么 还要在法师所 集于法师所 以无碍心来鉴于法师 也就是说 第一个是说要佛出世 对不对 我们应该供 执欲佛佛出世 当然要去供养 成事 奉事 诸佛 那么还要去实践的嘛 法宝 对不对 像六度万横四摄 四五亮星 这些不都是法上面的 那法师的话是什么 僧宝 那以僧宝来说的话呢 我们要以无碍心鉴于法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其实印尊老师也讲过 佛宝 法宝的这个成事供养 还有那种崇敬的心比较容易起 僧宝比较困难 为什么 因为出家众毕竟还是凡夫啊 但是也要有生宝的存在 是不是三宝才能具足啊 所以呢 我们要用无碍心来鉴于法师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依法不依人 因为以法师来说的话 是不是也有不圆满的部分啊 有没有 还是有的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凡夫 只不过我们这个发心出家嘛 在出家的这个菩萨道业上 是不是也是一种学习啊 那不同于在家人是因为我们这个慈亲割爱了 抛下这个家庭事业的这个部分 是希望能够比较全心全意的奉献给众生 希望为这个世间呢 来注持三宝嘛 但是呢 在法师所这个部分啊 就难免 因为我们世间人总是难免着相 会看什么 看法师们的这个行为举止啊 言论啊 这些是不是也有不圆满的部分啊 一旦有不圆满的部分 如果我们不懂的时候就会怎样 就会批评指教 对不对 那会不会有障碍啊 会有障碍 会觉得 这个法师好像没有我懂了 或者这个法师 怎么会说这个话 比我才家人还差呢 这样子就不对了 所以印顺导师教我们要怎样 敬生莫和生 亦莫衡良生 要尊敬生保 出家的功德 毕竟我们出家人呢 我们说真的我们也承认我们的反复性是不是还很重啊 所以要依法而不依人 是因为有出家人在的地方是不是就有法在啊 有三宝的怎样存在世间嘛 因为出家人总是住职政法的最重要的部分 核心的部分 对不对 没办法叫在家人来寺院住职政法这是很困难 因为在家人毕竟有自己的什么家庭啊 事业啊 儿女啊 会分心嘛 那出家人就是因为省掉了这些麻烦 才能够全心的投入 却是我们的反复性也不是说 这个剃了头 然后反复性全剃光了 没有 依然还是有什么反复性 所以呢 要以什么 无爱心 鉴于法师 这个就要有一点慧眼啊 所谓慧眼就是要不着相 要升官因缘法 要尊重出家人的 素氏的什么 出家因缘 要出家也真的不容易啊 也要有素氏的出家因缘 所以在这里也是就提醒大家就是 依法而不依人 并不要说因为看到人的不圆满而坏了对法的信心 那就顺失惨重 对不对 所以要以无爱心来鉴于法师 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要升官因缘法 是不是才能够无爱心啊 如果着相大概都是很有爱的心来看法师啊 要求法师是这个完美的人 那是太难了 我们说我们做不到 真的 所谓的真正的完美是不是就成佛啦 那我们还是凡夫 真的还是凡夫 还很多的不圆满的地方 所以我们说对僧宝的这种敬重是比较困难 当然我们站在出家人的立场 我们会觉得很惭愧啊 这个也是真的我们个人 凡夫的特性还存在的关系 所以很多事情都不尽圆满 而且离圆满还很大的距离啊 只不过我们很愿意去学习 好 那所以呢 这个也是四大藏之一哦 有四大藏 一个是什么 佛初 有佛陀出世的时代 有佛法的时代 佛初 然后呢 还要能够听闻到大圣佛法 就是六度万亨 四射 四无量心 这是对法宝的 对不对 第一个是不是佛宝 第二个法宝 第三个就是什么 生宝 要用 要见之心无碍 这是生宝 并且呢 菩萨还要以不放异的心 乐住空闲之处啊 不放异 往往我们会想要躲起来用功 但是呢 一旦躲起来的时候 那到底用不用功 那就真的 就看个人的心 到底放异不放异 那当然以菩萨来讲的话 在空闲之处主要是要充电嘛 要用功啊 要储备之粮啊 所以呢 都要以不放异心 乐住空闲之处 能够充电是不是才有能力去怎样放电嘛 没充电是不是就没办法放电啊 菩萨是不是需要放电 菩萨是需要放电的 所以呢 此事四种菩萨大藏啊 那么应当得知啊 这就是菩萨的四大藏 等于是菩萨的宝藏 佛宝 法宝 生宝 还有呢 要能够 不能 因为菩萨往往都是 都是比较在世间法里面 去行初世法 但是呢 这个也需要怎样 有时候要躲起来 好好地用功 但是不能放异 不可放异 乐住空闲之处 好 那这是菩萨 的四大藏 好 那第十二 接下来 在我们的讲义 第二十六页 这就是菩萨 菩萨的四大藏 空等 如同虚空 如同所架构 出来的任何的物质里头 大概可以分成地水火风 还有什么剩余的是不是就是虚空 这些是不是周片 在所有一切地方 它之所以周片 有两个因 有二因缘 很相似于菩萨 的特质 那么我们应当要来 怎样设寿 所谓平等固 利益固 菩萨道业上是不是要一直用平等的心 来对待所有一切众生 要平等的来说法 用平等来安利众生的身心 用平等的心 来让众生与正法 来怎样相应 所以那个平等的特质 是不是非常清楚 还有菩萨呢 他的利益众生的特质 是不是也很清楚 这个为了要利益众生 所以这个都是为什么 为菩提而来利益众生 为菩提而来成熟众生 对不对 为利益众生 所以舍掉什么 自己的事情 对不对 这是菩萨的特质 如同地水火风 虚空一般 因为地水火风 它是不是也周边 在任何的虚空里面 它也是非常的平等的 具有各种不同的特质 那么都也为了能够怎样 利益众生 形成出一些 这些气世界 众生是不是也需要有气世界 来安顿我们的身呢 用佛法来安顿我们的心 所以这里说 如地等大 这里地等大是什么 地水火风 是不是四大 即虚空 五种 对不对 那么于有心无心 当中的一切处平等 地水火风空 虚空 是不是都非常平等的 散落各处 因为不同的因缘 而结合出 不同的什么 现象来 所以 无有异象 因为地水火风 是不是都有 它不同的特性 所以它呢 它都会形成 不同的什么 现象 那么也都拿来 怎样呢 来利益 所有一切众生 提供了诸众生 常所之用 众生是不是需要 这些物质 来安顿我们的身 安顿我们的生活 所以呢 菩萨也要 如同地水火风空一般 平等跟利益 众生这样的一个特质 所以呢 再提供 又把这些 就如同地水火风空一样 来利益 来提供众生 常所之用的 所有一切事物 而无便意 不求回报 在过程当中 菩萨一直呢 都没有太大的便意 不会后悔说 我为什么不求报恩 会不会这样想啊 不会 菩萨 真正的菩萨 不这么想 如果我们是凡夫 我们去利益的某个人 是不是 都是利益输送啊 我给你一点好处 你也要给我好处 对不对 会觉得 比较公平 但是菩萨不是啊 菩萨是不是就专门 在利益众生啊 不求回报 因为佛陀早就教我们 菩萨要因无所住而生起心 无所住就是不求回报的心 但是要不要生心 还是会生心 要生什么 善心 结善缘 自然会获得什么 福报的 那是自然而来的 所以菩萨这样的心呢 可以说呢 是长长久久 也就是保持一份平常的心 恒常的心 所以叫做无便意的心 无便意而不求报恩的心 所以呢 菩萨说 我一如是乃至绝场就近 菩萨道是不是要行到圆满 何谓绝场就近啊 就是成佛 就是到成佛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才算怎样完成 在过程当中 因为要经过三大欧生起 节累 节累生的去累积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菩萨为诸众生之所滋用呢 而无便意不求报恩 是不是都是恒常的心 平常的心 直持长久的心 而没有任何什么求报恩的心 这也是菩萨很可贵的地方 是不是 不会在这边相互的利益的输送 哥哥敌 在这边扯不清 说不明白 不会 因为菩萨从来没有去想 菩萨只问耕耘 而怎样 不问收获 这都是菩萨的什么 特性 都是菩萨的一个特质 好那第十三 第十三 那么菩萨 还要能够怎样 当善思为义 勤生陀罗尼 悟于听法者 为座于障碍 菩萨呢 他要不仅 透过文会还要怎样 私会 是不是 所以要善于思维 圣身法义 因为我们所文会 是不是还是有限的 深度有限 要透过思维呢 才能够深入到什么 法性的这个部分 那是圣身的法义 是不是才能够跟生命 结合在一起 叫做什么 修会 把佛法变成菩萨的人生观 乃至于到 这个经过一大欧生期节 资粮位 家行位 福会 双修之后 是不是才能够怎样 宪政会的现前 也就是超凡入圣的那个当下 所以呢 这个过程当中呢 要勤生陀罗尼 何谓陀罗尼呢 所谓的陀罗尼 它会有一种种植 做植的一个特质 但是这个陀罗尼呢 它大概分成有四个 一个在法上面的陀罗尼 也就是在佛陀的这个教法呢 能够文职不忘 法的陀罗尼 因为法是不是先透过听闻 法的陀罗尼呢 是在佛陀 与佛的教法当中呢 文职不忘 之后呢 才是义的陀罗尼 法义的义 法可能比较 可以浅显一点 但是我们常讲要甚深的什么 法义 义是不是就深一些啊 那所谓的义呢 就是在佛法的 佛法之义呢 能够总持不忘 对于诸法之义啊 总持不忘 叫做义的陀罗尼 然后呢 然后呢 会有咒的陀罗尼 因为所谓咒的陀罗尼呢 它可以透过禅定 而发这个秘密语 于咒呢 也能够总持不失了 是咒的陀罗尼 之后外 第四个陀罗尼呢 叫做忍的陀罗尼 也就是在 于法的 实相上面 能够怎样 安住下来 所以菩萨道 是不是透过忍陀罗尼啊 忍位 有没有 常讲说 菩萨他是不是透过忍位啊 生文言诀 透过什么 正果 菩萨道呢 先透过生详忍听经文法 对不对 那么 尤其听到 甚深的 平等性的因缘法 而怎样 柔顺忍 对不对 最后是不是才能够达于什么 无声法忍 对不对 都是忍而不证 所以呢 这个陀罗尼 它也等于是一种 种持不忘的意思 种持不忘 在明 等于是以明来持善法 那么不使这种善法散掉 并且呢 会去遮持恶法 让恶法不起什么 不起的一个作用 陀罗尼 所以呢 这个过程当中 要勤生陀罗尼 所以这种陀罗尼呢 会有它的 从法义 到咒 到什么 忍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这个就是比较深一些的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这个解释的部分 所以再讲到说 义者 所谓的义 我们刚讲法之后 是不是才义啊 圣生法义 所说的义呢 那么与彼当善思维 有没有 在义上是不是要透过思维 在法上先听经文法 有没有 文法 那在这个义来讲的话呢 它必须透过善思维 那这种善思维 也或许透过共谈或者读住 那么应如是来做 比方在共谈上还比较在文上 到读住 我们说 当我们要思维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跟定 要能够去相应啊 不仅会 还要再加上定 才能够怎样读住 也应该要如是的来做 那么也才能够安住在境界清净的心意 等于是要跟什么 生活生命的这个部分 要能够结合在一起 要如理思维要怎样法随法行 法随法行 因为佛法的可贵 是不是能够转染成境啊 能够转凡 能够超凡入圣啊 如果能够超凡入圣 是不是因为转迷起悟 才能够转染成境 所以呢 也才能够安住在境界 清净心意啊 并且呢 很精勤先前 当生 对我们的这个当生本身来说的话呢 那么我们会想要去怎样 去清净他 那这个陀罗尼呢 就很像 这个这里说 吉文 寅主 海主等陀罗尼 有没有 所以我们说这个陀罗尼 也很像那个宝物一般的可贵 因为有法陀罗尼 有意陀罗尼 有咒的陀罗尼 乃至到什么 忍的陀罗尼 所以呢 要能够勤生陀罗尼 所以呢 我们说 我们在 又于听法的这个 又于听法者的地方 有没有 不要以为少的因缘而做障碍 有时候可能 只是小小的 的那个 难以配合 然后呢 就去障碍一个 比方一个红法的那个法徽 这样是不是 我们一旦障碍了一个红法的那个 特的那个法徽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不是下了很多 反而下了很多障碍的因呢 因为你一个人 微小的 哪个部分 他觉得不是 我不想要办 或是什么 是不是就障碍了很多人的听经文法 所以呢 千万不要以为少的因缘而做障碍 是不是我们自己就下了这个因 将来呢 自己就要去承受 未来的什么 受障碍 对不对 我们下了障碍的因 是不是就会得到被障碍的果报啊 所以呢 为离法 灾身业故啊 因为离了法 灾就会生 有没有 为什么会生啊 因为 业障就去现前嘛 对不对 因为去障碍了法 是不是就离了法 那么去障碍法之后 我们下了因 将来是不是就要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灾 那个业障啊 叫做灾 灾难就自然会生出什么业报来 所以呢 意思也就是说 菩萨 要能够去善思为法义 也就是 把这种法义 不仅文慧 诗慧 还要变成修慧 纳到我们的生命体系里面 才能够生起这个陀罗尼 所以这陀罗尼呢 就是让我们种植不忘 不容易忘食 不断地在提醒我们自己 所以呢 在听法的这个地方 也不要去做障碍 虽然很微小 千万不要去障碍别人的听法 听经文法 因为礼法呢 灾生 这个都是业的缘故 所有的业就是因缘 是不是如是因 结如是缘 那么就会怎样 开花结果 会不会结出那样的果报啊 所以我们或许看不到过去 我们只有看到现在 业障会现前 所以前面不是 菩萨是不是都把所有的业障 都归到自己 因为我们过去曾经障碍了别人 所以这个时候会被障碍 这是不是自己的事情 而不是对方害我们的 并非对方害我们的 所以我们说要能够护持 那么福报是不是就很大 因为结了很多的善缘 会广结善缘啊 所以我们说到底是要去护持呢 还是要去障碍 有时候也是我们善恶 这是不是善恶一念间的事啊 比方对自己的亲戚朋友说 人家要去听经文法 你去阻碍说 你最好去唱歌跳舞好了 因为我们本来就在这种 这个五欲乐事上面 我们本来就很喜欢的嘛 好不容易舍那个来听经文法 而你还去障碍他说 不要那么辛苦干嘛 那是不是也是一种障碍啊 那也是一种障碍 因为不只障碍到他 可能障碍到他周边的人 甚至障碍了自己啊 最终是不是还是障碍到自己来 所以呢菩萨 菩萨呢千万不要随便的去障碍别人 尤其在听经文法的这个过程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是能够产生出很多的什么 陀罗尼 善根因缘的 能够种植不忘的是善的 而且他可以善的循环 在法上他是无限无量的呢 好 那这是第十三 第十四 好 第十四在我们的第26页的讲义 有没有 菩萨因断九脑二十小事 还有什么 八懈怠 好 所以呢这脑中能调浮 小事舍无余 有没有 八种懈怠事 皆 亦 因除断 在烦恼当中 菩萨在过程当中 是不是都会起烦恼啊 凡夫 菩萨起的是比较粗的烦恼 到圣贤菩萨 是不是还有细的烦恼啊 其实都还有的 要到什么成佛才是究竟的无烦恼 那过程当中有九种脑事 有九种脑事 有哪九种呢 与我 有没有 所谓与我做无利益 对我自己没有利益是我们就会烦恼起来啊 会不会 那已经做的 现在做的 未来要做的 是不是都各有三个 所以等于说 对我自己本身无利益 对我呢 亲爱 也去做无利益 不仅是我 我所爱的人 也被人家做无利益的事情 他是不是也会起烦恼 还有呢 第三个呢 就是与我贤恨 与作利益 有没有 我很讨厌的人 偏偏呢 人家都想要去利益他 我是不是也起烦恼啊 三种状况 各有三个 三三得九 这样理解吧 一个是对我 做无利益 我们是不是就会恼 与我 亲爱 我所爱的人 那么也被人家所做的是无利益的事情 我会不会烦恼啊 不仅对我本身无利益 我在烦恼啊 我自己所爱的 尤其一家人里面的 对不对 也做了一些无利益的事情 我也会烦恼 偏偏 我所讨厌的 却人家都做 对他有利益的事情 我是不是也烦恼啊 包括过去所做的 现在要做的 还乃至未来 还没做的 我都一样都会起烦恼 这个叫做久恼 这个叫做久恼啊 富为三种 有没有 此等呢 皆做恼事 那在这久恼当中呢 要怎样当自调伏啊 我们自己要去调伏 虽然对我做无利益之事 来说的话呢 那是不是也必有姻缘啊 对不对 为什么人家会对我来做无利益之事 或者来害我的事情 是不是必有姻缘 我们看到的现象 是不是已经是果报了 要往前去想 必有姻缘 对我所亲爱的 对我所亲爱的 是不是也是如此 对我所憎恨的 还要做利益之事 是不是也必有姻缘啊 所以当自调伏啊 那小事呢 舍无余者啊 这些其实都还不算大 那这个也等于说 自己要去做调伏 都必有姻缘 如果透过姻缘 是不是比较能够接受 一旦能接受呢 我们的烦恼会调下来的 那另外呢 有二十小事 有二十件小事情呢 那这二十件小事情啊 这里就有所谓的 不信啊 无缠啊 缠患啊 吊乱 放异 害 无缠 懈怠 忧 婚 睡 恨 腹 记 奸 高 愤 悔 闷 有没有 那这二十个怎么记啊 其实我们应该回到什么 这个 八四规矩颂里面 是不是也讲得很清楚啊 我一诗学里面 就讲说我们有根本烦恼 我们有六个根本烦恼啊 贪 嗔 吃 慢 疑 还有什么 恶贱 恶贱里面有五个贱啊 僧贱 对不对 还有什么 斜贱 断贱 借进取贱 对不对 还有个什么 边界 对 那总说这是六个 先有根本烦恼之后 才有小随 中随 跟什么 大随 烦恼 所谓二十个 跟这个有关系的 十加二加八 是不是总共二十个 所以我们学这些 要回到一个 系统里面来看的话 是不是就容易清楚啊 那为什么叫做小随 中随 大随 所谓的小随 只有落在第六意识里面 这个根本烦恼 也是在第六 因为前五世 是不是只有三个 叫贪嗔痴 第七呢叫做贪痴 我见漫乡随 有没有 是不是四个 那个先不讲了 我们先讲的小随 其实只有落在第六意识 中随 落在哪里啊 第六意识 跟前五世 叫做中随 烦恼 大随 烦恼呢 大 因为它范围大 它大 这样理解吗 小随 它的范围小 中随 是不是范围中中 大随 烦恼最大 这样知道吗 所以我们的第六意识 是不是小中大 全部有啊 但是呢 前五世 只有中二大八 贪嗔痴 加上根本烦恼 十三个 但是第七意识呢 有大随 烦恼 这里也有大随 烦恼 这里也有大随 烦恼 所以其实 我们要想 这个大随 烦恼跟什么 跟素氏有关 七八两世 是不是跟素氏有关 这个都属于分别性的 这个叫做什么 聚生性 有没有 所以我们来看 小随烦恼 它范围小 粗而猛利 属于什么 愤恨 妇恼 忌奸 狂产 骇 骄 它是不是都粗而猛利 而且跟我们的私心所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的私心所 会是善恶的一个 的一个关键 那么中随烦恼 有两个叫做什么 无惨无愧的心 到大随烦恼呢 我们会觉得 这种都是属于那种 散乱型的 调举 这个叫七上 这个叫八下 调举是往上 昏沉往下 七上八下 还有呢 不信 懈怀 懈怀 放逸 失掉了正念 思念 散乱 还有不正知 都属于什么 大随烦恼 所以这里讲的 二十小事 就是 这个加这个加这个 然后我们个别再去 做一点对照 比较好理解 那顺便在这里呢 我就提出 所谓的善 只有十一个 而且这种善的十一个 它还不是说独立的 跟烦恼没关系 都是调伏了 这些烦恼才出现的 我们看看 信 信它不是说 我想要信就信 我们会不会被那个 不信给障碍到 而且这个跟什么 素质有关 有的人很ticky 他有点素质的特性 当然有的ticky 除非去碰到很大的事情 或许他还有机会转变 也就是说 我们光是要起信 都不容易 因为我们的什么 大随烦恼里面有不信 我们惭愧心 惭也是善念 愧也是善念 但是我们的中随里面 无惭无愧 我们要漂浮得了 我们的无惭无愧 我们的惭愧心 是不是才会升起啊 我们的贪嗔痴 有没有 是不是根本烦恼里面 就有贪嗔痴啊 要无贪无称无痴 你看谈何容易 这个是不是最 这个非常困难耶 这是不是非常困难啊 明明知道我又做不到 明明知道要无贪无称无痴是善 但是我真的做不到 是因为他根本就是 他这个是什么 根本烦恼耶 那这个清安 清安是什么呢 跟散乱有关 一旦散乱就不会清安 所有的清安要跟定结合 修定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清安的感觉啊 为什么修定会有清安 因为我们的修定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注意力在心不在身 身本身是重的 我们的心是不是比较轻的啊 所以呢 要调和 调服得了我们的心 跟身呢 我们才会清安起来 所以这个清安本身 还是被什么 散乱给怎样 障碍 我们的不放异 跟精进 也被这里所障碍呢 我们天生就很会放异啊 我们天生就很会懈怠啊 这是不是素式的 其实这是素式的耶 我们的懈怠放异啊 不用学 很厉害的 反而要不放异 跟精进是难的 这是不是佛法一直 佛陀一直在教我们 要不放异 要精进啊 因为这是什么 善的 所以我们说善的心所持很困难耶 还有一个不害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害 这里又有一个害耶 说多可怕 所以有时候 这个 我在比较早期讲 八四规矩送的时候 我都还没有这样子去对照过 当我有一次去对照之后 我真的我都吓一跳 我们的善是这么困难 所以我们的善要怎样 要去长养耶 要去 要去浇水 施肥 灌溉 要让它能够怎样 成长得了 其实我发现说 只有行舍这件事 跟前面的烦恼没关系 已经找不到了 跟它没 跟烦恼没关系 什么叫行舍 它有别于受舍 有没有 受里面有没有 苦受热受跟什么 舍受 而为舍受 不苦不乐的受 昏迷三天 对昏迷的人讲 只是一刹那的事情 不是三天的事 为什么 因为它一点感受 都没有叫做舍受 那这里 叫做行舍 是什么 是放下 慈悲喜舍的舍 所以 真的是我们的善念 要从慈悲喜舍去下手 从信仰的心下手 都已经还有障碍 因为这里是不是还有不信 但是如果我们的善根因缘 比较强的话 我们的善根因缘强的话 我们信 所以我们说 有宗教信仰 我常讲说 有宗教信仰 比没有宗教信仰 是不是要好一点 因为比较有道德的观念 对不对 对无形的这些 就是我们的善恶 我们自己是不是比较 知道要自己负责任 所以 这个或许都是我们 稍微可以去下手的 还有呢 惭愧的心 所以每次我都觉得说 当我们接受供养的时候 我真的都是抱着一种 不断的提醒 我们真的是 全缺应供 无德无能 全缺应供 实在说实在呢 真的是一份什么 又惭又愧的心 也在提醒着我们 我们本来就会有什么 无惭无愧的忠遂烦恼 常常会自以为是的 会觉得我这理所当然 我接受这有什么不可以 这是为了我们也很容易起的想法 那其实那个都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说 在这里头 善的那个心所真的很难 我常常讲说 他才十一个 我们所有心所是五十一个 他才占十一个 而且这十一个都还 自主性都还不强 有没有 这样能不能对照一下 自主性都还算不强 都还是受到这个 根本烦恼 中水烦恼 小水烦恼 大水烦恼的影响 有没有受到啊 几乎都受了 没有一个跟他们没关系 是不是 小水也有害 中水有无产无愧 大水里面有不幸 有懈怠 尤其大水更严重 跟我们的宿世有关 所以我们说一个人 何谓修行啊 跟宿世有关 才叫做修行 如果只是我的生活上 说这个人有没有修养 这个人修养很好 那是生活上而已 当然这个不见得说 能够把它离得很清楚 不过我们所谓的修行 必然跟我们的什么 宿世要有关系 是因为我们 这个是不是都累积过来的 其实这个都累积过来的 所以我们说 每个人其实生而不平等 是现象上的不平等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果位 是不是不同啊 有的可能还在菩提心之下 根本连菩提心都还不知道 是什么 是不是还多得不得了啊 到菩提心能够发 到菩提心可能还可以 再稍微信心能够 比较充足一点 你看我们光是一个信的 不退 你看也是很难 要圆满实性 那也还只是 实柱里面的出柱而已 所以修行本来就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呢 佛陀一直教我们说 在修行的这个果位上 我们应该要怎样 因无所住而生起心 指望耕耘 但是耕耘上面的善恶的念头 一定要清楚明白 因为这些是不是都讲到 很深细的部分啊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去培养 我们的善心善念 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这个精进 不放异有没有 不要一直让我们自己 懈怠下去 因为前面那个八大丈夫爵 有没有 是不是也讲到 懈怠 懈怠是什么 非法的 对不对 要能够精进 是不是才是如法的 所以我们也常常要 跟这些去怎样 去做一点比对 我们要精进努力不懈 当然所谓的懈怠跟放异 不大一样 懈怠它会比较慢无目标的 放异它会比较慢无目标 懈怠会比较针对性的 所以我们的精进 它是不是也本身 比较有针对性 所谓的精进 也比较在哪里啊 在善恶上头 所以在三十七道评里面 有没有讲到四精进啊 有没有 是不是在善恶上 它比较针对性 要让我们的善 卫生的善要让它怎样 能够生嘛 乙生的善要长痒 对不对 乙生的恶要怎样 它去调伏 卫生的恶要怎样 不让它起嘛 精进 所以我们的精进相对的是什么 是懈怠 我们的不放异相对的是放异 不大一样 我们如果初初的看 都以为卸怠跟放异是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 卸怠精进它是一对的 放异跟不放异是不是一对的 所以卸怠放异它比较针对善恶 它比较针对善恶 放异呢 有人过得非常的悠闲 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那是什么 放异的 是属于放异的状态 等于它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值并没有提起来 正念的那个心 还不够怎样 还不够提起正念的状态 好 所以回到这里 回到我们的第五百三十九页 有没有 鱼中有二十种小事 这二十种小事 就是小随烦恼 中随烦恼跟什么 大随烦恼 这样能理解吗 所以呢 第一个 不幸 它是不是大随啊 无禅 是什么 中随 产患呢 产 是什么 小随 吊的 大随 乱 散乱 大随 有没有 它是大随 害 小随 无禅 无愧 有没有 无愧 是不是 中随 这样会不会分 稍微做一点分别 不然的话 二十个 一起记 是不是很困难啊 还是要给它归类归类 我们才会知道说 为什么忽然间 又讲到这二十 这样知道吧 所以我们常常会比方 我们讲到这个 然后我们把前面 尤其比方 维世学 有它很清楚的系统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比对 懈怠 是什么 大随 这个忧 就想了半天 忧不着 应该是属于小随 因为它不是大随 就是小随 因为无产无愧 是不是只有两个 昏 昏沉 是什么 大随 睡 是棉的意思 棉呢 有点失念 失掉正念 糊里糊涂 睡着了 恨 是什么 小随 腹是小随 记也是小随 尖是不是也是小随 膏 也是小随 因为它焦慢的焦 糞 是不是也是小随 悔 闷 的这个悔 我在想的应该是大随 嗯 闷呢会比较是脑 我们烦恼常常闷起来 是不是 在内心这样滚咬到要死 但是呢外面又不一定看得出来 其实看得出来 因为你的那个神情啊 态度就不大一样 所以那个有点不大那个的话 我们就自己稍微去对 做一点对照了 因为我是觉得这样子会比较有点系统 比较好记 这样理解吗 所以我们就顺便也讲到我们的善的可贵 我们的善念的长养是困难的 恶念是不是非常容易啊 天生就很会的 因为我们有根本烦恼 有小随 有中随 有大随 一直不断的在烦恼 是很会烦恼 所以我们不要 不要以为说烦恼是小事 它是很可怕的 它那种周遍性是很 尤其这个到大随烦恼的时候 这个还会流转到下辈子去 还会再流转的 所以呢 此等二十种小事来讲的话呢 要皆舍无语 有没有 这还是透过舍啊 舍它本身是什么 是善的 平常只讲舍就是在行上面 不是讲在受上 这样理解吗 因为我们讲到舍是不是有两种 一个是行运上的舍 一个叫受运上的舍 受运上的舍就是苦受热受舍受 或者苦受热受优受洗受还有舍受 有没有那个舍 跟我们行上的舍是不一样 行上的舍会是我们实际上能够放下的舍 那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舍 它反而要透过智慧 其实是要透过智慧的 所以要坚舍无语 好 那么我们在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